在台湾 中华政和学会原本26日将举办海洋文化与南向研讨 要邀请11位上海的学者来台 传言陆委会刁难而取消 无独有偶 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智库之一 上海台湾研究所下月6到8日与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也突然在15日的下午宣布取消 令许多原本受邀出席的学者们十分错愕 政和学会秘书长张明锐表示 我们考虑到这个活动是一种开放性的 最后在第二次退回来以后我们就干脆 我们就开个会 大家讨论一下 是不是说再继续再处理下去 决定就说就严办好了 由于上海这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被视为两岸互相传递政治讯号的重要场合 突然取消令学者怀疑是否与陆委会 刁难上海学者来台有关 也忧心是否在十九大后 两岸连第三轨的学术交流也面临更为紧缩的断轨危机 在受邀名单之列的前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明表示 我的理解是会议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参会的人员就说谁能来参加我们去大陆办会 有哪一些人能不能全部我们想希望去的都去 他们有一些过来能不能都过来学术性的讨论 这方面是有一点影响的 周二才自上海参加研讨会回台的文化大学 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 陆委会或许会刁难 但陆方反而不会 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 已毫无所惜表示没有接获正合学会的申请案 也说从去年的520至今 没有一位大陆的学者因为批评台湾两岸政策而不允来台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